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也很有规则性 但是都是这样炒的 它有周期性 另外就是那个价格 如果你真的又开始公布 其实价格又收回来 整体上来说 啤酒股价也有机会就好 你看这么多种来说 176 其实都弹了上去 所以其实有哪种我觉得是可以去potential 我觉得不妨去留意一下华人啤酒 华人啤酒它本身其实是做一个不同的品牌 它有multipend 有很多不同的品牌 同样都是慢慢慢慢打去高端那方面的啤酒 另外管理层其实之前刚刚出来说过 它五月的销量其实都慢慢慢慢的 另外其实那些价格也有一个不错的增长在这里 还有有两种原因其实是很困扰得住 啤酒股就是那个成本 但是其实华人啤酒股其实都是锁定了成本 还有它都估计今年那个预期 不是估计的 它预期 今年那个毛利率 其实都可以大概维持一个持平 希望大家会有点改善 但是我们先看着它持平 你在这几项不同的因素支持之下 另外再加上它也都说到 其实它都会控制住它那个支出的成本 如果你的成本控制得好的话 而你的销量也是pick out 其实对它那个营运的利润 其实会有一个surprise在这里 希望会有一个surprise在这里 对于华人啤酒来说 其实是会有一个potential在这里 所以你看到其实爆完上来之后 现在就暂时进行一个整股 我觉得其实二嘴瓶如果想去hold 下一类股份的话 其实也都可以留意华人啤酒 去到哪个位置的话 我觉得就要去止蝕 万一突破完之后 其实就不似预期 又设置下去 就是这一天的低位 就42.05 那就是最后一个止蝕 上网的话 我觉得你就看着 58、59元 这些水平 开始撒下来的这些位置 看着它有没有机会 慢慢慢慢的 跟随着夏天的需求 大市我觉得整体上 就算指数 抽不到上去也好 如果平平稳稳 资金可能都在不同板块里 去找这个机会 啤酒股会有机会 是其中一个theme 置信了 mathematical 完全没有 好